辽朝是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的一个王朝 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宝基在金内蒙古希腊木伦河流域建契丹国 947年建国号辽 983年曾改号大契丹国 1066年以后赴号大辽 习惯上自916年契丹建国至1125年为女真所命 统称为辽国 辽王后耶律大使西迁到中亚楚河流域 重建辽国 史称西辽 1211年南蛮部居出力篡位 1218年为蒙古所命 契丹族在建立国家以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契丹族长期流传着古老的传说 在不能确止的时代 有男子呈白马自土河而来 女子呈青牛自横河而来 相遇为配偶生八子 他们的子孙组成为八个部落 这个传说表明 契丹自母系氏族制 过渡到父系氏族制时 主要的活动地区 既在黄河、上河、土河流域 互为兄弟的八个部落 来自共同的男祖先 历史文献上 关于契丹族的确实记载开始于北魏登国四年 北魏时契丹各部落已开始对外掳掠 并以马匹、皮毛与北魏交换物品 八个部落各自独立活动 并未形成联合 八部落的名称是西万丹、阿大河、巨福福、玉宇灵、日连、匹利尔、赤六鱼、宇真侯 他们经营游牧生活 以车马为家 逐水草迁徙 北魏时契丹一再遭到北魏和北齐的打击 对外的发展受到阻握 随朝时随将尾云起 曾发大兵攻打契丹 契丹遭到惨重的失败 丧失了大批的人口和牲畜 对外作战的需要促使契丹各部走向联合 每部兵多者三千 少者千余 有征伐由求帅拒役 清兵择合福气 唐朝初年契丹八部开始组成部落联盟 联盟长由大鹤士选冲 有圣兵四万 契丹别部孙氏与大鹤士联盟通婚因 此外还有一些契丹部落 受唐朝统侠不在联盟之内 唐太宗贞观时 大鹤士联盟依附于唐朝 唐朝在契丹驻地设松墨都督府 加号大鹤士联盟长为松墨都督 次庆李氏 各部落长称次使 唐朝以迎州都督控制松墨 武则天统治时期 契丹大鹤士联盟长李进忠 与别部孙万荣 沙唐盈州都督赵文慧 占领盈州一带反唐 武则天派遣二十八将出击契丹 李进忠在作战中败死 孙万荣带领部众南下 午后发大军出战大败 孙万荣攻略幽州 唐朝再发大军出击 并联络契丹林族西兵 夹击契丹孙万荣败死 契丹大鹤士联盟遭到沉重打击 这时突厥又在北方建立强大的国家 契丹被唐依附于突厥约二十年 唐前宗时突厥逐渐衰落 契丹联盟长失活再度赴唐 唐朝仍家号松墨都督 又号靖西军大使 大约从突厥统治时期 联盟中统领兵马的军事首长的地位 一家险要 唐朝加号为靖西军副大使 军事首长可突于 可突于一再操纵联盟长的选举 甚至杀死大鹤士联盟长 最后推翻了侍选的大鹤士 又被唐依附突厥 开元二十二年 唐朝联合契丹大鹤士联盟以外的 以示活步的部长郁杰 斩杀突鱼 唐风郁杰为松墨都督 二十三年 郁杰又被部落贵族捏里杀死 捏里击败突厥 被唐自立 重建起契丹部落联盟 捏里重建的部落联盟 自摇念式贵族中 推选联盟长 号称可汗 捏里任军事首长 称 一里锦 先建的联盟 以以示活步为基础 划分为以示 迭拉两部 战乱中 流散的其他部落和士族 被收集编成六部 以符合八部的传统 摇念式联盟 其实是以示 迭拉两兄弟部落 与其他流散部族 适落的 结局 联盟一里锦 由迭拉部中选阵 天宝四载 回湖可汗 推翻突厥 建立回湖韩国 此后约一百年间 契丹处于回湖韩国的统治之下 发展是缓慢的 开城五年 回湖韩国灭亡 唐朝也已处于衰落的时期 契丹由此得到发展的有利条件 唐一宗 贤通年以后 姚念式 先至可汗时 契丹不断向外扩张 从临近的西族和北方的乌谷 市围等族 以及汉人地区 掳掠居民 以充奴隶 恒德锦可汗时 迭拉部贵族 耶律阿宝基 当选为联盟的一里锦 天赋二年 他攻略唐朝的河东 戴北九镇 福略牲口九万五千余 天幼二年 耶律阿宝基 又进攻唐颅龙 节度使刘仁公的领地 扶回各州汉人居民 次年 耶律阿宝基 取代姚念式 充任联盟长可汗 此后十年间 他又镇压了 契丹贵族的反抗 在九一六年 建元神策 建立了契丹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